佩迪老师正在布置下周一的作业 学会拼写三个单词 揭露 假装 爱 学生们知道后似乎很不情愿 诠释一副怨天由人的模样 唯独捷克听得如痴如醉 脸上洋溢着说不出的喜悦 佩迪老师的微笑 就像一抹春风 飘进了她的心里 当得知完成拼写作业 会有播放动画片的奖励时 全班的学生都欢呼雀跃 快速地整理好书包 如同出笼的小鸟 一股脑地冲出了教室 谁知道 极客飞难没走 还送笔袋里掏出了一颗 牵着红宝石的玩具戒指 这个刚满八岁的小真太 悄悄地喜欢上完自己的老师 她鼓起前所未有的勇气 羞涩地将这枚戒指 送给了佩迪 表示 这是用全部的零花钱才买来的 希望老师 能明白自己内心的想法 佩迪老师也没多想 就说这个礼物很特别 说完 当场便戴上了戒指 甚至开启了玩笑 难道是代表递婚的意思吗 杰克的毛子闪闪唾唾 吞吞唾唾地回答 我想应该是的 但前提是 老师要愿意 而佩迪的回答也有趣 表示这很真诚 她会仔细考虑一下 没想到 老师随口唾唾的话 瞬间让杰克 有走上巅峰的感觉 还以为 真的将收获一份爱情 欢迎收看小生电影 我是小麦 这一次思想的短片 叫做情斗初开 在吃晚饭的时候 杰克迫不及待地问妈妈 男孩多大才可以结婚 杰克的父母被问得哭笑不得 还以为学校发生了什么新闻大事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人小鬼大的儿子 已经情斗初开 回到房间 杰克用湖水笔 在纸上写下 Merrymice 更加坚定 自己长大之后 要去佩迪老师的美好愿望 时间来到周末 杰克被母亲拖去逛街 他穿着一双新鞋 走在路上时 非常意外地碰到了佩迪老师 对方夸赞他的新鞋不错 并说自己也有一样新的东西 只见佩迪伸出手 亮出手指上的那枚钻戒 这让杰克的心中 立马弹起着人的镀影 可随着佩迪 魏霍夫的出现 更是激素了他之前的愿望 与此同时 杰克从对话中得知 魏霍夫宁可看足球比赛 也不肯陪佩迪吃午饭 他便固执地认为 这个自私自利的男人 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心上人 怅然弱势的杰克 一直认为无法和对方竞争 可当偷偷摸摸地看到 父亲把一支枪藏在衣柜中时 他的内心 开始盘算起一个害人的计划 他先生在放学后 满脸委屈地表达了内心的爱慕之情 佩迪老师被搞得一脸懵逼 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情 杰克一本正经地表示 我可不会为了足球赛 而错过和你吃午饭 接着他又在停车场 带着魏霍夫 严肃地提出 禁止和佩迪结婚的要求 魏霍夫被这番话逗得不行 故意一脸不屑地表示 说他没有强壮的身材 又没有雄厚的财力 怎么能保护佩迪呢 但令魏霍夫哭笑不得的是 杰克一时发起了挑战书 要来一场生死决斗 魏霍夫为了敷衍对方 只好伸出手假装一下 可杰克一点也不给面子 说完掉头就走 魏霍夫根本没把决斗放在心上 正忙着要和佩迪约会时 却不料杰克已经在前方堵车 一看到小情敌 充满了与世界为敌的气概 他才感觉到自己必须赴约 才能尽快地解决这个小麻烦 学校后方废弃房屋的平地 这是两人决斗的地点 随着杰克小心翼翼地踏进里面 也预示着这场决斗并非那么简单 可魏霍夫怎么也不会想到 杰克居然从书包里掏出了一把枪 并在发明是 这是把真枪 就在此时 杀杀来迟的佩迪老师 刚好看到了眼前的一幕 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 杰克稳稳地拖着枪 发出令人生畏的眼神 魏霍夫被吓得惊慌失措 只好乖乖地举起了手 杰克说道 你不许和佩迪小姐结婚 你不配 面对如此逼迫 魏霍夫先是通知女友的不作为 说他怎么还不去报警 可杰克却不顾佩迪老师的劝阻 死活就要用枪 解决掉这个人 魏霍夫认为有周旋的余地时 他想和对方讨价还假 直到杰克开始扣斗扳机 这个男人密码原先毕露 狼狈不堪地跪在地上 浑身颤抖地痛哭求饶 说自己根本不想和对方结婚 只是受不了老女人的催婚 当看到杰克依然不为所动 他又开始骂佩迪是个婊子 说怎么还不去阻拦 突然枪声响起 画面漆黑一片 结果再次出乎我们的意料 一个橘黄色的塑料小球滚过 倒地的魏婚夫眨了眨眼 才明白刚才是虚惊一场 不过是杰克玩弄的恶作剧 虽然玩笑看得有点过 但佩迪却看清了他丑陋的一面 他愤怒地扔掉了手上的订婚戒指 抛弃了这个连抱搓口 一脸很肉的男人 带着杰克 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一片结尾 佩迪为了安全起戒 把这支玩具手枪放到了包里 重新戴上男孩送的玩具戒指 令他没落到的是 杰克再次语出惊人 说自己决定不结婚了 因为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满足他 佩迪被这个小真态的情维所感动 意味深长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说在将来的某一天 肯定有一个非常幸运的女孩 能得到 她的这份爱 这里是小春电影 我是小白 下期栏目 不见不散咯